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怀疑她生了个假孩子 更别提一众筷子腿 A4腰的女明星了 这对于很多喝凉水都要长肉的小伙伴 简直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于是总是能看到身边有很多人 热衷于学习女明星的减肥方式 并将她们的体重标准作为自己的减肥目标 天天挂在嘴边的话都是 天天水煮白菜 不瘦石巾不换头像 杨幂身高168 体重才90次 我这个胖子还有什么资格吃吃吃 胖就是犯罪 若是单纯调侃倒也没事 偏偏还有不少人将这事当真 在类似于女孩体重过百 就是胖子的论调下 不要命的节食减肥 讲真的没必要 女明星们的瘦 似乎一直在刷新我们的审美标准 圆珊珊的A4腰 影儿的排骨胸 赞爽的筷子腿 还有一众纸片人 女明星的瘦 好像只有更瘦 没有最瘦 而女明星们对于自己身材的焦虑 更是元老级的 林宇曾经因为一阵体重飙到105斤 便在微博减肥打卡 结识到月经不调 可是要知道 她的官方身高可是169公分 影儿曾经喂减肥 一天只是一粒老根妈 大S为了减肥 每天只是一根香蕉 最后晕倒在片场 马思纯在拍摄佐尔市 连续一周不吃饭减肥 据她描述 每天全靠灌香正气水活着 于是在明星效应的影响下 这种身材焦虑也被传递给了大众 不减肥 梦宁死 要美就得瘦 超过100斤的女孩 没有前途 越来越多的人 被这种身材焦虑所影响 看到女明星门鞋 是减肥不吃饭 便跟着效仿 是要瘦成一道光 可是镜头下的体重 和镜头后的体重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众所周知 镜头天生对体重不太友好 上镜胖一圈 是任何人都逃不掉的魔咒 就像秦岚说的那样 很多现实生活中好看的人 上镜可能就会胖了一圈 变得和现实生活中相差甚远 而大部分上镜好看的人 可能现实生活中 就瘦得像鬼一样 作为一个明星 基本的职业需求 就是要面对镜头 这就要求明星们 必须为了迎合镜头 保持极瘦的体重 以达到上镜好看的效果 所以根本没必要羡慕 女明星们的瘦啊 明星是活在镜头里的 可我们是活在人的眼睛里 每个镜头的标准 来要求人也 太不现实了 更何况 女明星体重背后 很多时候都站着一个团队 包括饮食搭配 健身方案 社交媒体放到女明星的瘦 和对自己的狠 却忽略了专业团队 和科学的方法 所起的作用 女明星们日复日复日复的自律 自然是值得我们的学习 但是极端节食 还是算了吧 前两天 看到一个读者留言 觉得有一点好玩 估计这个读者暑期 应该是看了亲爱的热爱的 成为了谢女友 留言抱怨说 她的男朋友不够体贴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 不会跨越大半个中国来看我 为什么和我男朋友吵架 她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呢 看到我觉得莫名其妙 又想起了前段时间 宋慧桥和宋仲基离婚后 很多人的言论 孙宋都离婚了 我再也不相信爱子了 聚光灯下的爱情 和柴米油盐里的爱情 能一样吗 偶像机里的聚光灯下 展示的都是美好的一面 编剧和公司 将不堪和所思的一面 操舞起来 但我们也能不能 真的觉得那么一面不存在 三十多岁了 有能力长得帅 还很多人追的男人 从没谈过恋爱 可能吗 二十多岁出头 就在读一牛顺的女学霸 会那么头脑简单 反应迟钝吗 电视剧和闪关灯 放到了爱情中的美好 但我们也不能傻乎乎的 因为美好和现实的落差 就抱怨自己的生活啊 前两天 斗鱼网红 乔比罗殿下 在网络上曝光了自己的真面目 此前 在滤镜的伪装下 她一直将自己包装得很好 美照再加上滤镜 让很多围观群众认为 她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 可当面具被撕开 众人才发现 她原来是一个大妈 所以你看 网红也好 明星也好 都是被美化后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 把包装当干货 最终的结果 往往是被欺骗 不像女明星那样瘦 又怎样呢 只要体脂正常 身体健康 就不用苛求自己 伴侣不像偶像剧男主角 那样体贴 多金 又怎样呢 世人都会有缺点 只要她心里有你 很多小地方 也不必太过苛刻 明星离婚又怎样呢 只要身边还存在 幸福的夫妻和情侣 就别再说什么 不相信爱情了 生活和娱乐 要有清晰的界限 女明星再受再美 也是通过镜头 和我们见面 可若是 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搞坏了 伤害的却是自己 和那些爱我们的人 看到越多的事 就越明白 现实生活中 远比想象中的复杂 被美化和童话故事 在现实中 出现的几率 基本为零 我们必须选择认清 生活的真相 接受它的瑕疵 更能更好的 和它和谐共处 维持身材也好 恋爱结婚也好 都不要活在 自己的想象中 没有人 一段关系是完美的 只看到事情 被包装了一部分 而理所当然的 忽略不美好的部分 终有一天 会让失望和失落 将生活搅得一囤糟 我们来这世上一糟 总归是要好好生活的 别把生活的重心 放错了地方 最终得不偿实 所以最后 你要思考一下 你曾为了减肥 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呢 没想到有一天的最后彩蛋 居然是能有失肉的问题 我以前其实 我最瘦最瘦的时候 是前几年吧 这几年其实谈不上瘦了 就是 我脸比较小 看起来不会那么肉 其他地方都很肉 我是属于肉的那种身材 就好比我经常跟人家说 160公分的女明星 应该是45公斤的体重 但是160公分的普通人 其实就是60公斤 我应该也就160公斤而已 所以不用太计较 我以前不太能接受肉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我也接受了 因为我觉得什么样子 好看 很重要 是因为每个人体型比例 身材都不一样 你去追求别人的比例 好像很奇怪 前段时间 我听我的同学说 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 她其实长得蛮可爱的 也漂亮的 可是她因为追求减肥 直到这么多年后了 今天她真的瘦成一头闪电了 锁骨是锁骨 腿是腿 手是手 可是我觉得她没有原来那么好看了 所以 我觉得健康真的比较重要 减肥还是要啦 比如说你太胖了 已经对身体的健康有问题了 那是一定要做相应的减肥的 其实减肥也不难 平常在家里 深深忍腰 踢踢腿拉拉筋啊 然后在饮食上面做稍微的控制 每天摄取的量 一定要在你自己能带些的量 如果多吃的话 就要多运动去消耗它 这样你就不容易胖 我的标准是 优衣库的衣服的最大码是A楼 好像是A楼啦 反正优衣库最大码的衣服 我能穿就代表我还是很瘦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 肯定有帮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